大家好 这里是全球新闻 明镜电视在全球各地的主播 为您联合播报 今天要闻 明镜电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集团 正在全球各地招聘专业的媒体人才 欢迎大家收看全球新闻 敬请大家订阅 点赞 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6月7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中国与印尼共同展开 春苗行动 中心社报道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前天与印尼总统特使 对华合作牵头人 卢胡特在贵州贵阳 共同主持两国高级别对话 合作机制首次会议 双方共同宣布在印尼全面启动 为海外中国公民接种新冠疫苗的 春苗行动 王毅表示 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 中国和印尼在疫苗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 高度契合 两国积极开展疫苗合作 使之成为两国关系的新亮点 成为发展中国家树立典范 他也表示 当前各国疫苗接种不平衡问题 十分突出 一些发达国家囤积疫苗 很多发展中国家无争可打 中方坚决抵制疫苗民主主义 反对制造免疫鸿沟 他称 中国已宣布支持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 推动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 支持开展联合生产 扩大疫苗可及和生产可负担疫苗 中方将鼓励更多品种的中国疫苗在印尼开展临床实验 支持印尼打造地区疫苗生产中心 共同推进疫苗在全球范围特别是在扩大发展中国家中 公平合理分配 卢胡特表示 印尼在中方大力帮助下有效应对疫情 对开展双边高水平务实合作提供了有利保障 印尼希望继续与中国开展在疫苗研发 生产分配等领域的全产业链合作 尽快建设地区疫苗生产中心 同时愿积极配合中方落实村苗行动 帮助在印尼的中国公民接种疫苗 换个焦点 新加坡内政部长谴责当街发表种族言论行为 新加坡一名华族男子 已因反对跨族群恋爱 当街指责与辱骂一对情侣 行为被拍下后 视频昨日在网上广放流传 新加坡内政部长兼绿政部长桑木根 在视频上载两个小时后迅速回应说 越来越多人似乎认为 可以在公共场所发表 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 这是不应被接受的行为 也令人担忧 警方发言人受讯时说 已接到多过一人报案 他正在调查这起事件 桑木根转载视频并说 有人把这段视频发给他 他还没掌握全部事实 只看了视频内容 但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 那就太可怕了 桑木根也指出 他过去相信在种族包容与和谐方面 新加坡一直往正确的方向进步 但看到最近一些事件 自己已再不这么的确信 上个月初 一名55岁的印族妇女 在户外快步走时 被一名华族男子 已带有种族侮辱的自言辱骂 最后还把他推倒在地 那这名男子当时 已要求妇女戴口罩为由 对他施暴 桑木根过后也在国会讲话中提醒 种族仇恨和排外情绪 如果不断被煽动 日久将成为常态 并危害新加坡 有关视频片长约10分钟 由网名达为帕甲石上载 视频中可见他与一名华族男子 在乌节路起争执 言语上一来一往长达5分钟 对方指责 帕甲石猎捕华族女子 已再强调 华人不应该和印族男子交往 视频相信由帕甲石的女友拍摄 帕甲石在脸书发文表示 自己是一名新加坡人 今天自己因为被另一名新加坡同胞 以此方式对待感到不安 羞辱及受伤 该名男子当众辱骂自己和女友 仿佛他们做错事情 帕甲石也指出自己的父母 也是异族通婚 父母亲是印度与菲律兵役 那女友也是华族与泰裔混血 他认为人不应该因为肤射 而被启示或羞辱 接着我们关注中国云南项群 罕见北迁 全民真相围观 德国之音报道 近日中国云南一群 亚洲项长途迁徙的消息 引发广泛关注 不仅中国媒体和网民窃窃的追踪 那国际媒体也纷纷报道了此事 一群野生亚洲象 从云南西双板纳 那拔涉数百公里 至省惠昆明 那引发了中国媒体和网民的围观 那根据专家的介绍 亚洲象迁移扩散 属于正常现象 但如此 长距离北迁 在中国赏鼠首次 那报道还称 自本月二日晚 象群进入昆明市近邻区 双河湘以来 百余位的工程车司机 已跟着象群迁移多日 象群咒服夜行 他们也亦步亦驱 那一旦发现象群 向村庄等人员密集处移动 他们就会按指令江车 开往指定地点 阻挡象群继续前行 那据悉 这群野生亚洲象 于去年三月 从西双坂纳蒙羊子保护区离开 一路北迁 历时15个月抵达昆明 从抵达昆明前开始 媒体和网民的关注度明显升高 那大象去哪儿了 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热搜话题 有人像追剧一样 乐此不疲的 观看这一出 《大象迁徙记》 有人对大象挑食 和右象醉酒等插取 津津乐道 也有人对人像冲突 和环境问题表示担忧 根据初步估计 大象破坏农作物造成的经济损失 已超过数百万元人民币 对于这一次的全民观象 新华社评论指出 人们重新认识了 野生亚洲象 作为国家 以及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 以及云南为保护亚洲象 所付出的努力 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国际通讯社 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 等英文媒体 以及明镜和柏林日报等德语媒体 也纷纷报道了中国眼象迁徙的消息 其中有不少媒体提到 象群带来的影响 也给出了一些专家建议 例如纽约时报援引 伦敦动物学会 一位专家写道 我们需要学会的 不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如何提高接受程度 如何利用这件事 来让所有的人 关注人与动物共存的问题 至于象群 为何反常 北迁 中外媒体援引的专家 都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新华社总结相关专家猜测的主要原因 由 一是自然保护区内亚洲象数量不断增长 其食物量难以持续供应保障 导致其离开原CCD寻求食物 二是亚洲象群离开自然保护区后 取食甘蔗 玉米等作物更为便利 可口 且未受到攻击威胁 那无意再回到原CCD 那三是头像迷路 象群在森林农田交错区域 以农作物为食物 但没有找到适宜的长期 稀稀的自然生性 从而不断的游荡寻找 漫无物地的 那除了北迁原因以外 这群大象将去往何方 什么时候会停下来 也都是目前无人能解答的问题 现在中国主要采取的是 投地食物引导象群难移 那密切的监测象群 提前发布预警和疏散人群等措施 那极端组织博科圣地首脑 自我引爆炸药身亡 根据路透社和法新社 6日听到的一段录音 尼日利亚极端组织 博科圣地首脑 阿布巴卡谢考已经死亡 那博科圣地敌对圣战组织 伊斯兰国西非省 ISWAP在录音中证实 阿布巴卡谢考被其圣战士 追捕时自杀身亡 在录音中说话的人 以卡努里语说 阿布巴卡谢考 宁死也不愿留在世上受辱 并指他自我引爆炸药身亡 两名在伊斯兰国西非省 熟悉的消息人士 告诉路透社 在录音中说话的人 是伊斯兰国西非省头目 阿布 穆萨布 巴纳威 阿布巴卡谢考的年龄不详 有关他死亡的消息 两周前就已经开始流传 那博科圣地 2014年绑架其博客276名技术女学生 震惊了国际 引发了hashtag bring back our girls 把女孩还给我们的大规模声援运动 再来我们来关注 英国将捐发展中国家 一亿剂疫苗 那七大工业国集团 G7定于本周五在英国召开 疫情以来首次面对面的领导人峰会 东道主英国将在峰会上宣布 向发展中国家捐赠 预一亿剂的新冠疫苗 大部分为阿斯利康疫苗 星期日《泰晤时报》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他也会呼吁G7成员国承诺 协助全球各国在明年底前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 以达成医学史上的壮举 那今次的G7峰会 在英格兰西南的康沃尔举行 为期三天 唐宁街首相府上周六发表声明指出 那约翰逊将要求G7领袖 做出具体承诺 在明年底前让全世界接种疫苗 声明也引述约翰逊说 让全球在明年底前接种 将是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壮举 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面对 这个战后时代的最大挑战 击败新冠病毒 带领全球在我们共同价值的驱动下服输 那声明还说 约翰逊本周稍后将宣布 英国政府将绝大部分多余 疫苗分享出去的计划细节 报道就指 英国政府将在峰会上宣布向发展中国家 捐赠预1亿剂新冠疫苗 并承诺明年继续捐赠 大部分是牛津疫苗 再来我们关注越南防疫措施过延 或影响生产和商业活动 越南去年抗疫有成 是受疫情袭击后最先恢复经济的东南亚国家 然而该国今年4月底爆发新一波的疫情 短短一个月内 全国63个省份与城市中 就有39个成为了疫区 那确诊病例超过5500多起 将越南的累积确诊病例推高至8500多起 累积死亡病例增至53起 那为遏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许多大城市包括首都河内 商都胡志明市 以及北部工业省份 重新实施严格的社交距离和防疫管控措施 一些甚至还严禁跨省人员流动 那越南总理放明证 呼吁各地方政府放宽过于严格的防疫限制 以免影响生产和商业活动 胡志明市政府在同一天发布指令 要求毗邻的同奈省政府 采取有利于胡志明市 与该省之间人员流动的防疫管控计划 同奈省是越南主要的工业省份之一 该省拥有32个工业园区 那据悉市政府的数据 有超过6000多名的同奈省居民 在胡志明市17个工业区内工作 那另有大批胡志明市居民在毗邻的省份工作 那拥有一千万人口的胡志明市 是这波疫情的重灾区之一 上月18日共出现355起的本土感染病例 当地政府从5月31日起实施了 为期15天的严格社交距离措施 包括关闭非必要业务 和在公共场所禁止10人以上的聚会 甚至还封锁了一个地区 而同奈省实施的防疫管制措施 比胡志明市还要严格 那下令从本月5日开始 举凡从胡志明市进入同奈省的人 都必须强制隔离21天 此举引来了各方的批评 那根据越南国营媒体报道 连接胡志明市和同奈省之间的 道路前天拥堵不堪 许多货车客车和电单车 受困车龙许久 还有更多人取消前往同奈省的计划 以免受强制隔离影响 再来我们关注泰国即日起 推动全民接种疫苗 那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 戴苏丽女士表示 今天是为泰国全民接种疫苗 国家赃程的启动日 那卫生部已准备好充足的医务人员 已在全境各府内 推动疫苗接种工作 那目前泰国境内疫苗 储备总数量不低于354万剂 包括阿斯利康疫苗和科兴疫苗 那且已经下发至各府 经由泰国制产的阿斯利康疫苗 也将在本月陆续交付至政府 预计本月疫苗储备量 可达到600万剂以上 那曼谷市长阿萨云锦上将 昨日前往视察 泰PBS电视台疫苗接种点 并向媒体透露到 目前由泰国商会 私企 政府 医院合作 设立的25个医院外接种点 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不管是在服务系统 还是疫苗储备方面 民众可根据 此前在泰国齐心网站 预业到的接种时间信息 前往接种点 阿萨云强调称 凡是预约成功 按时间前往的民众 一定能够获得接种 那据悉 6月7日至14日期间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那根据曼谷市政府 此前制定的目标 25个接种点 日均服务人数 达到3.8万至5万人 且可增加服务人数 至7万人 那仅起绝于 卫生部下发的疫苗数量 新闻的最后 我们把焦点转向 哈里梅庚第二胎得女 英国王室表示欣喜 那路透社报道 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 梅庚第二胎残女 她们以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 和哈里已故母亲 戴安娜王妃的名字 为女儿取名 那哈里和梅庚发表声明说 她们的女儿 莉莉贝 戴安娜 蒙巴顿 温莎六月四日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医院出世 母女平安 并已回返家中 那哈里和梅庚的小女儿 是英国王室第八位 顺位继承人 两人的长子阿琪 在2019年出生 白金汉宫发表声明说 英女王 英国王储 查尔斯 剑桥公爵和公爵夫人 威廉和凯特 文讯都感到欣喜 那英国首相叶翰逊 也向哈里和梅庚表示祝贺 威廉和凯特 还通过他们的官方推特账号说 我们都对小莉莉的诞生 感到高兴 祝贺哈里梅庚和阿琪 好的那以上就是 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升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ginnews.com Twitter at Mingjin News 脸书 Facebook.com